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今天我要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本中心精准医学中心到底在做什么事 那精准医学中心过去常被称为叫做个人化医学 那精准医学其实不只是个人化而已 它涵盖了几个部分 包括就是要探讨每个人他的基因体的差异 还有这个环境对我们整个基因体的影响 还有个人生活习惯都要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 才能叫做一个精准医学 那透过我们整个包括人的基因体 还有环境因素 还有个人的生活习惯以后 我们就可以很精准地去诊断一个人他的病的病因 而且他的治疗的方式 还有可能还可以预测他治疗的结果 那整个过程我们才叫做精准医学 那事实上精准医学是包括了四个部分 包括如何精准地预测一个疾病 精准地诊断一个疾病 还有精准地治疗一个疾病 还有真种的预防疾病的产生 那这整个过程都要由整个基因体的了解 我们才能做到这些 所以精准医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医学 它包括需要收集相当多的资料 才能做出非常精准地去诊断 预测治疗一个病人 那这个精准医学是目前大家正在朝的方向 因为目前我们可以基因体的了解才刚开始了 慢慢我们累积了很多的资料以后 我们对于整个每一个人的基因体的构造 我们就可以很了解 所以就可以做出很精准的诊断治疗 还有预测一个人的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